扯武春台头发送宴 李珍宁量鉴定结果 总共只有两秒的时间 你根本没办法反应 他一个70岁的老头 怎么会有时间反应呢 当时说起这段过程 洋洋得意 42岁名媛李珍宁 与国桥石化董事长武春台分手后 官司纠缠多年 上个月 两人因合资的服饰店股权案 到法院开庭 没想到开完庭 李珍宁竟突袭武春台扯头发 当下实在太气了 而且我想到我女人受这么多委屈 我就更气 所以我就 就顺手这样一抓 然后她就 头发就一把被我抓下来了 原来呀 她不爽武春台剧验DNA 不认女儿 亲子确认官司大了四年多 才出此下策 要将头发送验DNA鉴定 而李珍宁近日提出自验的报告 亲子关系概率值 高达99.999.779 李珍宁说 鉴定结果证明 女儿就是武春台的 以请律师傅眷承报最高法院 请何怡婷参考 要告诉最高法院 我女儿跟她就是亲子 所以一省二省三省 不应该再躺下去了 因为三省已经躺了一年半了 我觉得也够了 不过有律师认为 无法确认 宋燕的就是武春台头发 加上不是法院认定的公证单位 法官补会采纳 动新闻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